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今天第一款推介是在3時 下午茶的時段 出片可能是4時 今天比較繁忙 很多錶迷來拿他們訂購了心儀的手錶 今天第一款介紹不是手錶 是一款旅行鐘 朱仔的收藏品 旅行鐘很多錶迷都想訂購 也有些老前輩 拿了一些以前收藏的旅行鐘 來介紹給朱仔 他就跟朱仔說 朱仔你知不知道旅行鐘 其實以前是 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很流行 在家裡會作為擺桌子 不一定是旅行才會用的 我跟朱仔說 當然我朱仔70年代 我還沒出生 真的 所以我坦白說 我跟朱仔說 是嗎 原來是這樣 小時候朱仔也有見過 因為小時候 家裡也有放在這些 坐桌中 在旅行鐘 接種設計的一些 桌中 那麼 這個錶 就是朱仔 應該有收藏了 十幾十年八輩的時間 就在一些古董店裡收藏回來 其實在外國 例如一些古董市場 最近香港就是泰國 台灣 甚至乎韓國 很喜歡去搜羅這些 舊物市場 或者古董市場 有很多真的好東西 包括了我手上的一隻 這一隻呢 就是在韓國的一隻 CITIZEN來的 一隻70年代 就是NOS的星神接種 它採用了星神的Mioter機身 那 外面就用上了啡色的 紡皮的PU 最多旅行中 就是外面這些 紡皮PU 這些位置 爆裂了 這個還是收藏得很好 很完整的 那我自己呢 通常都會選一些 比較完整的NOS 那你看到圍邊 就做了金色的 那 有少少年代的痕跡 但其實都收藏得很完整 這個 包括那個摺膠 都是很完整 因為有很多摺膠 有時候是爛了 那 這個打開了是彈膠 上次呢 就介紹了一隻 日本的星神鐘 這次呢 介紹了一隻韓國的星神鐘 那韓國星神鬧標的接種 那那個標盤都很漂亮 上次我記得是介紹了這個 虎拍式的 那這次呢 就介紹了這個雕花面 銀色的雕花面 那你看到四隻角做了雕花的 那時分針加上一支鬧鐘針 那用上了阿拉伯的數目字 齊字的 那中間十二點位置有Citizen的Logo 六點位置寫著這個Alarm 鬧鐘的 那時分針帶有夜光 那黑道的點點都帶有夜光 那這個呢 反而那個夜光呢 那光碎也沒那麼嚴重 那還可以隱約看到一個時分針 時分針的一個夜光 那黑道點點就較為暗一些 黑道點點較為暗一些 那時分針還可以看到一個夜光 那旁邊呢 那有個火車路鬼紋 那四隻角呢 就做了一個雕花的圖案 的雕花的圖案 那挺漂亮的設計 那中間呢 就做了暗紋的一個花的 銀色的位置做了暗紋的雕花 六點位置其實是寫著韓國的 你看到它分針的位置做了彎針 這個設計挺有趣 做了彎針的 以前原來已經有彎針 應該是70年代的產物 我先拿起它 其實它還有一個底子托 這個還保留底子托 底子托著機芯 底子的機芯部分 和上一次旅行中的設計很相近 有分別是看圖式字 中間就調節時間 這個時分針 向哪個方向調節時間 這個是上鏈的 手動上鏈的機芯 手動上鏈的機芯 儲能時數是39至40小時 至於手動上發條 另外可以手動上鏈的鬧鐘 手動上鏈 接著這裡是調節的鬧鐘 兩個上鏈 如何上鏈呢 先試一下 順著時針方向 上鏈 你看到這裡是調節的 上鏈 上個鐘 這個上鏈是上鬧鐘 同樣順著箭嘴方向 你看到這裡有個箭嘴方向 我們扭這條鏈 這條鏈已經敷了 現在就扭不到 已經敷了 這條鏈已經很悶了 這條鏈 這裡就有個on-off的鬧鐘 這裡有個on-off的鬧鐘 我先試一下on-off的鬧鐘 我先試一下on-off 順著箭嘴 我們先調到4點鐘 我們扭扭扭扭 調到4點鐘 好了 接著呢 我們這裡就調這個 是的 調這個針 鬧鐘針 鬧鐘針也是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順著時針方向教時間 調到4點鐘 聽著了 是的 那它就會響的了 好了 接著呢 我們就在這裡 這裡off 是的 on-off 它就會一邊轉的 看到 放一條鏈的 這樣要off 這樣 其實它可以坐桌 就是動住在這個out-out 這個位置有個out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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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動住在這個out位 這樣插下來 動住在這個out位 很獨特的一個設計 這個方形的錶盤 做了雅加力鏡 這個雅加力鏡 這個雅加力鏡 做了車邊 唯獨這隻錶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個小鐘針 我覺得是很完整的NOS 但有一點美中不足 這個金邊位也很亮 還是保持得很好 因為70年代到現在 是40多年的時間 唯獨這裡有一點點 給我發現 剛剛上拍的才發現 這個out位 和這個out位 你看到它沒有了點 變成這裡 如果你硬撕開它 有一點點鬆 有一點點點虛位 看到這裡有一點點虛位 其實是不影響操作的 不過純粹想告訴大家 很漂亮的一個座檯中 70年代的NOS 如果你也想收藏一隻 停產的特別款式 這個是韓國製造的 韓國的 跟之前介紹的日本有一點不同 這個應該是後期一點 應該是70年代尾 看歷史也是 如果你也喜歡這隻座檯中 這隻NOS的收藏品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豬仔推薦多少錢 稍後告訴你 先量一下 重量是149克 149克 試試量量一下 重量差不多了 是150克 149.7克 至於直徑方面 應該是74mm 一個鬧鐘 一個旅行鬧鐘 或摺桌鐘 如果量度錶面 是58 如果量度過外個案 應該是74 我記得是 73.9克 74 應該是74 好 喜歡這隻小鈴鐺 這隻NOS的你 這隻銀面雕花紋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 由於這隻是70年代尾 中世紀風格的一隻 摺桌鐘 所以只有一隻 心動的你 千萬不要猶豫 九百零八 九百零八 只有一隻 正常操作 很多時候 我在外國的網站 都看到這些旅行接種 就是彈膠 這個教位 懶了 要不就 PU這個面 就爆裂了 要不就是 那個鬧鐘的功能 或者那個 教時間的功能 它已經是 壞了 只能夠當 裝飾品 或者是 好像之前的豬仔 有一點光衰 光衰 就沒有辦法 因為有時代感的 一個洗禮 這一隻就是 保留得很好 很完整 整隻都是很完整的 如果你都想 存到一隻 這樣的NOS 一隻 Cellison方形的 一隻旅行接種 就盡快找豬仔 好嗎 心動的你 千萬不要猶豫 盡快找我 可以在這個留言區 有留言 最好就是 這個 在這個標題那裡 找我的WhatsApp WhatsApp給我就可以 打給我都可以 因為留言區有時候 你查詢 我未必看得到 WhatsApp我就會很快回覆你 好嗎 心動的你 盡快找我 我們下集見了 拜拜 這隻旅行的接種 希望你喜歡 拜拜